欢迎收看财经几时通 我是瓦伦 今天航运族群比较弱势 然而造纸类股却逆势上扬 接下来被拖累的钢铁股又要怎么看待呢 让我来欢迎John 哈喽大家好我是John 那最近的产业 跟我们之前讲过的几个大方向比较类似 就像传产我们还是看好造纸跟钢铁 那在电子股可能可以看到所谓的车用电子 还有像伺服器记忆体等等的类股 那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人问说 那接下来John到底该选所谓比较像是股价比较高 动能比较强的股票 还是股价位阶比较低 但是动能比较弱的股票 我认为总归一句 现在在选股的时候可以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 买在利多消息前面 卖在利多消息后面 那这个选股方向到底怎么去选 其实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每个月都有每个月自己的题材 所以大家可以从过去的一整年看到现在 每个月都长不同的族群 那像是第二季 像是这个月 7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注意 就开始有营收公布 以及8月份的半年报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注意 现在市场上比较强的类股 像是航运 像是车用 像是伺服器 像是自行车 快塞 钢铁等等 大家可以从这些题材里面去挑 营收公布不错 以及半年报公布获利会不错的股票 就可以买在利多消息前面 大家不要说去看 因为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现在电子股很多是不是出营收之后 就是营收开很高之后马上要下杀 因为我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市场早就有人先知道 早就有人已经布局在营收前面 所以很多像是电子股的部分 营收一开有时候都是开高下杀 不要去帮别人抬轿 不要去帮别人出货 那接着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季就是一个航运不断的季节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除了买的神装航运 买的货柜航运之外 那没有跟到航运的朋友 虽然今天航运比较弱 但是整体来说 第二季的航运走势还是非常强劲 那我有跟大家说 可以去留意所谓的业外题材 所谓的台华投扣 中债宝 还有像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分享过的威刚 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威刚其实手上有不少的航运股 那我们就可以去想象一下 威刚在手上的航运股不少账 至少有几千张 再加上大家可以去注意 其实Q1财报公布后 大家可以看到威刚的存货 居然有100亿的低价库存 那可以看到威刚的营收持续增加 那库存又备了这么多的存货 那很明显就是看好后续的发展 那的确我们这样看下 威刚的每个月的营收 也持续在创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 威刚的获利会不会好 如果在本业有低价库存 营收又增高的情况下 毛利也跟着增加 那再加上第二个 业外又有长龙 扬名 联电等等的溢注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在大概两个月前 一个月前 你就可以去知道这件事情 也不用什么内线 也不用什么什么认识董事长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威刚的营收一定会创新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在公布 字节获利的时候 去买进这档股票 那像我们之前 也是之前操作过一段 那在100多块的时候 其实在影片 也有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威刚就这样 光两段 就大概获利60%左右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之前 讲过的中国禁费令 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在中国那边的造纸业 因为之前有中国禁费令的关系 进口费纸 进口国外费纸配额 其实中国那边的厂商 比台厂的配额还要多 所以中国那边厂商的成本 会比较低 但是在今年进口配额归零之后 不管是台湾厂商 还是中国厂商 都在从一个基础点上面 所以接下来的工业造纸 持续的在做一个涨价动作 那成本又一样 又没有所谓的竞争关系之下的话 其实造纸业 今年会恢复之前的获利 所以这在我们之前 有跟大家讲过 那在后面之后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农程之前被航运股或钢铁股 资金都比较压抑 但是今天我们获利 也来到30%左右的位置 还有像是我们6月21号 其实也有在Telegram跟大家说过 在车用晶片 第三季要开始缓解的情况下 我们不要在所谓的 大家都在追车用的时候去嘴 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 第三季本来就是车用晶片 该缓解的时候 因为很多插队的订单 都马上在第三季准备补齐 所以那时候捧城的价格 还在多少 还在130块以下 今天已经来到了200块以上 所以大家去注意 所谓的我认为选股 还是要买在利多消息前面 然后还有像是 这种方法也会有失败的时候 像是我们知道 雅尼持有33万张的玉米 我们看好它的业外题材 但是买进去之后不动 那我们也都成本附近去听损 还有像是中兴电 其实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它的产业 准备做一个病王的动作之类的 那投信给我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但是买进之后 它也是不涨反跌 但是这种情况下呢 在基本上这种胜率算是 如果你用催化剂的话 通常胜率会是比较高 那亏损的话就亏损一小部分 所以保持一个大赚小赔的趋势 那接着还是要讲到第三个产业 就是钢铁产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钢2002 其实这一路走来 我们从28块这样买进 已经做到第五波了 不管从中红 从海光 从星光钢 从中钢 这个步骤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大家去看钢铁业的时候 最近因为这两天又开始走落了 今天甚至跌幅达到4%到5%的位置 那大家又想说钢铁股是完蛋 那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在未来钢铁到底能不能持续向上走 第一个需求够不够稳健 在美国的大基础建设之下 还有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为什么俄罗斯跟中国 一直持续的在增加出口增税的一个动作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把钢铁 留在自己国家内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一定是预期 未来的钢铁会持续上涨 去伤害这个基础建设的经济 一定要把国内的钢铁价格压下来 那美国那边也是 美国那边的钢铁价格比较高的话 其实也会伤害这个国家的经济 那反观来看 台湾跟美国钢铁当有一段距离之后 接着所有的需求都会涌入台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中钢中红 还有像是不管所有的二三线的钢铁业 其实现在订单都蛮窄 那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反而有修正 我认为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所以大家去留意钢铁股走势 你不要再去应该说涨高的时候 去做一个追高的动作 反而应该是逢低拉回去做一个买进 每次利空刚好都是钢铁上车的好时机 所以接下来有更多产业分析 我们看好接下来的车用电子 不管是蓬城还是强帽台半等等 还有像是伺服器 其实大家可以去注意晶圆代工出单的顺序 第一名就是车用 第二名就是伺服器 接着这两个产业 在第三季还会有持续的爆发 那接着产业分析的内容 持续丢在Telegram上面 记得加入Zone的Light Air跟Telegram 财经继续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